一平一休後 工時到底有沒有變正常 民眾還在感受 然而感受最深的 莫過於物價漲了 比方說這一家的滷肉飯 還有這一家的鍋貼 平民小吃越來越不親民 然後這樣的漲價 業者都說 是因為人事成本增加 胡旭張一口氣漲了17項 漲幅平均有7% 八方雲級鍋貼 湯品都漲 漲幅最高有兩成 然而這樣漲有道理嗎 學著說話了 他可能就是一次要調 就調高一點 多漲一些 那這樣的話 可能就會造成這次 我們感覺到 業者的反應是有點過度 我是覺得政府 應該把這個資訊揭露出來了 原來經濟部委託學者 幫各行業 針對一粒一休後 人事成本估算 對象是尚未實施 週休二日的業者 假設所有員工 以一個月四個休息日 都加班 多數的成本 再除以各行業 平均的營業成本 就是合理的漲價標準 換算下來後發現 除了餐飲業 人事成本增加最多 醫療業居次 其他行業 最多也不過多出2%的成本 學者表示 只要超過數字的便是漲多 拿餐飲業來說 吳旭章 八方雲集 顯然這一波漲價明顯漲多 還有像是國王客運 業者表示 營運成本 因此增加至少8% 票價漲幅 也一定會超過這個數字 政府不要去感應 台灣是一個 治癒經濟的市場 為什麼那時候 華麗人造那麼厲害 為什麼政府都不超 我覺得應該降價 可能啊 不可能 那就用少吃來飲 薪水要多一點 儘管對此 八方雲集緊急改口 調漲原因是因為 原物料成本上揚 但還是有業者 堅持漲價 合情合理 一粒一休 真正要給勞工的 看來光是前菜 就讓人難以笑話 借紅席語言金語 台北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